大家好 这里是初歌 这个视频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 以后再有这个问题 就用这个视频的连接来回答你们 可能由于我的脑镜头 或者纯手动镜头的视频比较多吧 我一直在被问 如何手动设定传感器的五周防抖 特别现在国产摄影镜头 电影镜头基本上都是手动头 特别电影镜头被转接到 微单上使用也越来越频繁 那这个问题就越来越频繁 传感器五周防抖的焦距的设定 如果和镜头的焦距设定不匹配 那防抖效果会大打折扣 甚至会适得其反 可能还不如关闭五周防抖 比如这四五十毫米的手动镜头 插在S5上 如果我把相机的五周防抖的焦距 手动设定成18毫米 那手持拍摄的画面就会抖动 如果我把焦距设定到100毫米 防抖貌似也不太理想 当你的机身焦距设定 比镜头焦距要长很多时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移动相机的时候 貌似你的画面会有一个之后 不会马上反应 只有设定成正确的50毫米 画面才会稳如泰山 反应敏捷 那一般情况下 焦距中偏短的镜头 都非常依赖微单的 传感器的五周防抖 而长焦者比较依赖于镜头 自带的镜头防抖 而我们拍小视频吧 一般都使用的是广角 中焦的镜头比较多一些 正确的设定 机身防抖的焦距就非常重要了 喜欢出歌或出歌视频的时候 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 如果你使用的是带有电子触电的镜头 带有电子交流的转接环 那C有89了 你的镜头会自动告诉相机机身 镜头正确的焦距 比如加了你的EF镜头 它没有手动光圈环 必然会以微单进行交流 不然你无法改变光圈 那这种情况带有五周防抖的微单 就会自动获取镜头的焦距 从而设定传感器的五周防抖的参数 如果是转接环或者镜头和机身 没有任何的交流 这时你就需要手动输入焦距 几乎所有品牌带有五周防抖的微单 都可以手动设定防抖焦距 比如这是索尼机身的防抖焦距的设定 它是在图像稳定的菜单里 就SteadyShot 而这次松下的设定界面 也是在图像稳定的菜单里面 对于没有光学镜片 只起到转接作用抵消法兰锯的转接环 在设定焦距时 我们只用考虑镜头的物理焦距 而不用考虑画幅 也就是说不用考虑裁切系数 比如你把全幅的镜头插在残幅上 等效焦距可能要乘以1.5倍 但是镜头的物理焦距 不管在任何的画幅上都是不会改变的 那设定时你还是应该输入镜头的物理焦距 再比如你把残幅镜头转接到全幅机身上 那镜头焦距也应该设定成镜头的物理焦距 比如在索尼机身上 你使用数码放大功能 你可以最大设定到1.5倍的放大 那感觉焦距就变长了 这时镜头的焦距其实并没有改变 你还是应该使用镜头的物理焦距来设定 有些手机上的标定焦距可能是等效焦距 但是可拆卸镜头上标定的焦距 不管什么画幅的镜头 基本上都是镜头的实际的物理焦距 那在防抖设定时 我们都需要输入这个焦距就可以了 你完全不用去做什么裁切技术的换算 如果你使用了真光剪焦环 也就是所谓的土豪环转接 对于有电子交流的此类转接环 使用带电子触点的镜头 相机会自动识别焦距 比如常见的在M43机身上使用metabones speed booster 转接使用残浮或者全浮的电子镜头 那相机会自动获取镜头在剪焦后的焦距 但对于不带电子焦距环的土豪环 你就要自己计算一下 转接后的物理焦距 真光剪焦环和镜头组合在一起 这时候这一个整体的物理焦距和镜头的物理焦距就不同了 比如100毫米的镜头 你使用的是0.64倍的真光剪焦环 那物理焦距就变成了100x0.64 64毫米 在相机的图像稳定的焦距设定里 你就要输入64毫米 如果是0.71倍的转接环 你就要输入71毫米 还有一种情况是变形镜头的使用 这主要是针对松下的微单 比如你使用的是100毫米 两倍挤压率的变形镜头 那这根镜头的垂直焦距就是标定的100毫米 而水平焦距是100除以2倍的挤压率 也就是100除以2等于50毫米 那在松下微单的手动焦距设定里 不管你是把什么画幅的变形镜头 转接到什么画幅的微单上 我们都应该只输入100毫米 也就是镜头所标定的焦距 如果你再转接一次真光剪焦环 那就要乘以真光剪焦环的倍率了 那在松下微单的菜单里 你只需要输入变形镜头的标定的焦距 同时选择正确的变形率 变形挤压率就可以了 相机会根据镜头的挤压率和垂直的焦距 来计算五轴防抖的补偿 当挤压系数越高时 滚动轴的补偿就越少 和球面镜不同的是 变形率越大的变形镜头 镜头越不能滚动 传感器发生滚动 就等价于你滚动了主镜 画面就会飘飘起舞 所以超宽变形镜头在微单上的防抖 看上去不如球面镜那么给力 也就是为了不破坏画面的整体感 如果你是DIY的变形镜头用户 那相机的防抖焦距的设定 就等于你的接收镜 接收球面镜的焦距 那转接纯手动的变焦镜头 就比较麻烦了 除非你使用稳定器 三脚架等等 那手持拍摄的话 每改变一次焦距 就需要改变一次微单的 五轴防抖的焦距设定 比如这次康泰斯的35-70的变焦头 是没有任何电子触点的 那转接到索尼的HS30 我都习惯设定一个快捷键 每次变焦后都需要重新设定新的焦距 而带有电子焦流的转接环 在转接电子镜头时 变焦后都会自动的告诉正确的焦距 所以转接纯手动镜头 我并不是非常喜欢变焦头 也不是不方便吧 就怕变焦后忘记修改焦距 那手持拍摄就搞砸了 那相对于10版的电影机 微单的五轴防抖的进步 我个人感觉 是对高质量视频的普及的最大的贡献 在带有五轴防抖的微单上 特别在几乎没有视频自动对焦的 松下的机身上 转接纯手动头 往往是高潮迭起 非常的过瘾 也为老镜头拍视频带来了无限的生机